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按规律 没有按医生的叮嘱去用药 这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老年人 他喜欢用一些听别人的介绍 然后用一些偏方或者这样的药 或者尤其是没有通过医生的正规的指导 这可能也是老年人用药的问题 还有老年人他用药的品种很多 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 竟然会用到三种五种甚至七八种药 所以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 这些药品之间